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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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询问 若蔡英文就任后 如果留任张善政 张是否愿意留任 对此张善政愿意婉拒 表示5月20号后有其他生涯规划 感谢民进党团的肯定与好意 昨天 时代力量明代黄国昌也首度站上质询台 一提重点放在合废料以及无薪假 不过他的质询方式却成为话题 因为他三两句话就要夹杂几个英文单词 这让质询对象一度快动怒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如果打断您的发言 请见谅 不要take it personally 黄国昌时不止手插腰 像是卯足权力 质询言辞犀利 让平常温雅的台劳动部门负责人陈雄文 也难得讲话大声一些 部长 您不用激动了 我给你时间 我给你时间 你只是就法论法 你只是只会读法律文字的一个人而已吗 现关话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清林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杨阳 今天我们在台北演博士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李建南先生 李大哥好 读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大学郑又平教授 校长你好 清林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到昨天台立法机构新一届的会期是正式的开议了 尽管这个事前很多人说这一届的很多新科民意代表进去 对这一届的立法机构台湾民众是期待直破表的 但是从昨天的表现来看似乎亮点并不多 至少大家之前希望可以看到的台立法机构的改革的几大重点都没有看到 我们先来看看民进党的几个要优先推动的法案 一个是领导人交接条例 一个是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 还有就是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怎么看民进党把这几个所谓的法案列为优先 教授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这个作为 其实是根本不符合民众的需求 民众需求的是什么 就是台湾的经济得要搞好 就业率要提升 所得 实质所得要能够提升 他现在处理的这几个东西 第一个 领导人的这个交接条例是因为他私心自用 想要让民进党尽早的掌握权力 但是又不愿意负担这个责任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他现在搞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之外 党产处理条例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这跟老百姓的生活 跟台湾的经济有多少关系呢 今天凭良心说 这个事情不是不能够处理 你可以稍后处理 你恐怕要优先处理的 譬如说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条例 两岸之间还有很多的经济问题要处理 台湾很多产业的问题要处理 怎么都不动 这就表示说他急功耗利 那我们必须讲说 对于蔡英文 对于民进党来讲 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替台湾提升产业竞争力 改善台湾的经济 人民的生活 但是显然的他还是在搞政治 相较于台湾领导人交接条例和不当党产 这个条例势必是会受到国民党的杯葛 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也比较受关注的还是刚才教授也提到的是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我们看到蔡英文的核心两岸幕僚 邱泰山就说有四大争议点是要厘清的 贝加哥你怎么看待邱泰山的这个说法 首先第一个民进党在这一次他会把这个提出来 因为宋主义有警告过 辅贸协议跟货贸协议如果不赶快订案的话 对台湾是会有很严重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他们那个民进党里面呢 他懂得这个的也知道 可是他自己当初给国民党设了一个砍 就是这个监督条例 那在监督条例的时候呢 他弄了两岸监督条例呢 然后在这个当时呢 为了为了为了这个要一个 要一个凌峻这个气势呢 中间呢就强调了一个国与国的 这个这个监督性的两岸监督条例 有强调这个 那现在知道这个是绝对行不通的 所以他现在可能要拿掉 那拿掉就想象就叫监督条例 那如果监督条例 就表示不单是两岸要适应了 以后你跟台湾 你要跟任何国家地区都要适应了 那请问你在做任何事项 一个协议的话 第一个你要考虑到就是时效性 如果你到底还是事前监督 还是事后审查 那怎么监督怎么审查 甚至还要再弄公投 哪个人跟你签了 签了以后 我跟你谈了半天 都已经谈好了 结果你回去还要那么长一段路来走 所以他是一个 因为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例子 对于张善众 昨天的施政报告和应询的首秀 多数的民意代表 对他的表现是表示肯定的 甚至有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说希望他留在未来蔡英文的行政团队里头 很多人说 绿营的民意代表 已经开始公开挖角了 李大哥你怎么评价 张善众昨天的表现 和绿营的这些民意代表的 出来的做法 他在这个实际上来讲 他知道他就是一个过渡 那他就比较圆融 他处理比较圆融 那他的个性上面也就是一个 这个人就是他也是很懂得长风 也很会长拙的一个人 所以拿了一个好处 那另外因为以前马英九曾经叫民进党自己主 那民进党不主 那民进党不主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对张善政太过分的话 那正好就 所以他们也是希望就平安度过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后 大家就会变成是一个 在这个情形就是说 这就不会发生激烈的一个冲突 那至于有人讲说 到蔡英文行政团队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自我膨胀 蔡英文有答应你吗 依蔡英文的个性会听谁的吗 蔡英文现在连灵权都没有主动 蔡英文的个性是谁 但是这个其实就有点吃他豆腐的意思了 但是张善政也很聪明 张善政讲了520以后我有深海规划 我有另外的规划就已经可以玩具了 昨天那几个新科名义代表的表现 也是备受媒体的关注 但是几乎可以说是表现平平 甚至平常一项非常演讲很厉害的 黄国昌被老委会的负责人 回聚的时候突然间都哑口无言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只是不少人 年轻人在不断在质询的时候 冒出一连串的英文来刷存在感 教授你怎么看他们的表现 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以他为例 他昨天在很多咨询的议题上 看得出来他有做功课 我们评两句 五公斤的资料 他有做功课 但是功课做的不够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显然还是想要凸显自己的这种学者专业的形象 所以没事丢几句英文出来 但这个英文其实用的又不是关键字语 很多都是语助词其实大可不必的 在台湾的政坛里面 其实没事加两句英文并不一定是受到肯定或欢迎的 他这样子做可能凸显他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他留过羊喝够点羊墨水 但凭良心说不管是行政官员或者是在座的各个民意代表 多少人留过羊啊 没人像他这样子表现自己 这就是我要make the point 他实在很可笑了 这就表示说他心虚了 讲穿就是心虚 其次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他现在提出来有些观点 跟蔡英文跟民进党未必完全吻合 所以时代力量这几个人 恐怕未来会是民进党在立法部门在议谈上的一个隐忧 是 昨天在台立法机构的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新科的民意代表 原来有个乐团的主唱出来 也是面对着境外的媒体用英文回答 但其实这个英文很多人说 你现在是民意代表 至少是有点官方的英文 可是说来还是连串的里语 他还以为是摇滚乐的发布会的现场 那么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 就是这些新科的民意代表 要选择进哪一些委员会了 其实一些专业的委员会里 不专业的表现 在以往的台立法机构里头 出了这个糗事是一大箩筐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续下 这里是泛满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晴林 欢迎您继续收看 台湾新一届立法机构 昨天是正式开议 新任民代们首先要面临的 就是要选出最适合自己的委员会 根据了解民进党团的民代们 比较倾向于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 以及卫生环境 这两个类别 而国民党的民代则偏向经济和交通 我的首选是教育文化委员会 那希望不管是在这个文化政策的部分 然后还有教育政策的部分来贡献 有关交通的议题 经济相关的议题 其实都是我过去比较擅长的 那这两个文会也是我比较驾轻就熟 那就我过去的专业跟我自己所学的 我希望有机会优先进这两个文会 台立法机构内阁委员会该如何做分配 党团各有盘算 但一般来说会根据连任次数 是否担任党职专业背景程度 来去做积分评选 选择哪一个文会 他最主要考量是 他能不能让他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很容易就可以当选 所以说这一定是跟他 那个整个未来的曝光度 就是说受到他的选区的选民 或者受到媒体的注意 这个程度是非常有关系的 另一据台湾媒体报道 肩负选战操盘的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日前表示 国民党第一次在台立法机构成为少数党 必须扮演好角色 来一民代要向民进党民代学习 更加认真表现 才能够重新拿回执政权 否则会泡沫化 走入历史 李四川说 民进党拥有六十几席民代 国民党已无所谓忧心法案 对所有法案条文 国民党一定要非常用功挑出民进党缺点 再提出进步法案 如果没办法挡下民进党不好的政策法案 也需对外将不合理之处清楚说明 我们看到前几天国民党的秘书长李四川说 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应该向民进党的民代来学习 他认为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比较用功 那么从昨天的表现上看 事实上是李四川说的这样吗 首先因为我自己干过党部书记 我对李四川讲这句话 我是非常痛心 因为他是行政官聊出来 他不知道就是过去因为你是执政党 你执政党是怎么对国民党立委的 你在立法案的时候有没有请立委来谈 然后没有请他来谈 然后来的时候就要这些就支持你 就叫同意 那因为他要同意你 所以他不去找你的查 不是他不用功 那在野党是要找你的查 所以他们就要用功 那你不能讲这个叫他不用功 所以过去台湾有个现象 就是说这些行政官员 他们都是一种优越感 尤其马英九上台以后 他特别注重这些有学历的行政官员 那他不晓得地方上在经营 在耕耘的那种辛苦 所以他们有时候对党部工作人员看不起 然后对这个中南部这些出来这些立委看不起 那这些立委有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有的会跟他到民进党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理事团党自己才很官僚 他讲这句话 我觉得是很不对 他应该跟他们讲说 过去你们都是配合党部 但是现在你们要整个要找那个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更用功 这样可以鼓舞士气 所以国民党现在一直就说 整个这些领导人都没有考虑 怎么样把大家的士气团结起来 领寄起来 而风凉化一大堆 从今天开始 民意代表要开始选择分别进入不同的委员会 我们知道台立法机构有所谓的八大委员会 有财政 有经济 有交通 有卫生环境 有内务 有教育 还有外事房屋 还有司法 通常哪些是比较热门的 哪些是比较冷门的 这是为什么 这个牵涉到就是说 做秀 在台湾这种选举政治的环境里面 做秀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选民在媒体上看不到你 你大概将来要重新当选的几率 要连任就难了 所以他一定要可以考虑到说 我第一要有利益 我绝对同意 刚刚李老大了 是个分析 利益是很重要 这不是蓝绿的问题 这是所有的民意代表 本能的 他大概就会去思考这问题 尤其是地方选举出来的 他特地会去考量就是利益的问题 再过来 他要考量曝光率的问题 这个议题好不好作秀 这个议题能不能让我在媒体上不断的曝光 再过来是专业 当然有一部分人 我们不能否认啊 在一百多席里面 总是有一群人 他很讲究自己的专业 但是利益考量 媒体的考量等等 都是他们重要的优先考虑因素 社会福利 卫生环境 这是什么 其实卫环这一块 普遍的被民进党的 这些朋友们认为说是很大的一块肥肉 因为环保是大笔的资源在里面 卫生医疗更是天价般的预算在那边 这个大笔谁会放过 社会福利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庞大资源 因为社会福利 未必那个钱可以尽你的荷包 但是那个钱可以拿来 为你的选区所用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讲穿了还是利益的考量为主 对于这些新科立委 接下来怎么表现 他们接下来会选择什么样的委员会 有人说 你有是不是身上有这个三两三 才能够选择上什么样的良善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我们来回来来关注 最近一直上台湾媒体 这个头版头条的 关于长荣集团 创办人张荣发先生在过世之后 留下来的这个遗嘱的分配 包括下来的权力的分配 到底怎么 欢迎继续收看盼盼视频 独家剧名播出 东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清林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湾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 在上个月20号辞世 遗嘱在2月18号的时候曝光 这个遗嘱除了安排存款股票 以及不动产 由二房独子张国伟单独继承之外 也指定张国伟接任 长荣集团的总裁 不过大房的子女 对于遗嘱的内容相当的不满 引发了遗产的纠纷 细数张荣发的一生 先是成立了长荣海运 后来又跨足空运 事业版图可以说是遍布全球 而他对蓝绿阵营的影响力 也非常的深远 台湾知名企业家 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上月辞世 据台湾媒体报道 张荣发出病之后 张家16 17号连开两次家族会议 第一次公布遗嘱 宣布张国伟接任总裁 大房子女张国明张国正 当场翻脸走人 隔天再开气氛也好不到哪去 大房子女更呛瞎 要废总裁职务 大哥就先这样子说 自4月一日起不再有总裁 那就我了解是 女婿正生死也讲了一句说 要接总裁也是大哥接 也轮不到你 连开两次会议破局翻脸 家族内得不到支持 隔天张国伟自行公布遗嘱 引发轩然大波 大房隔了一天就发公开性反击 还质疑遗嘱真实性 不可能会有所谓的 由一人单独继承遗产 大房这边有表示说 这样的遗嘱的公布 对父亲是一个羞辱 张荣发出生于1927年 没有显赫背景的他 17岁进入船舶公司 从基层做起 42岁就创业 成立长荣海运 台湾开放空境后 张荣发载跨足空运 创立台湾第一家民营航空 时至今日 由张荣发一手打造的 横跨海陆空的长荣集团 资产估计超过 4000亿元新台币 另外张荣发于1985年 设立张荣发基金会 长期投入各项公益慈善事业 回馈社会不遗余力 张荣发性格鲜明 不仅事业上如此 与政治人物往来 也是这样 张荣发曾经与李登辉关系紧密 但两人关系 在1997年 李登辉抛出所谓两国论后变调 因为李登辉不支持直行 对张荣发也有微词 张荣发还公开批评借其用忍政策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张荣发公开力挺陈水扁 并且出任其政策顾问团的顾问 希望陈水扁上任后 会加速推动直行 但没想到 陈水扁的独派压力挟持下 还是没如他的愿 2002年 张荣发的治本宣布 与台湾绿营划清界限 后来更不为由绿转蓝的眼光 改停马英九 坚定捍卫两岸直行信念 张荣发曾大骂台当局表明立场 之前曾表态挺久而共识 因此传出 蔡英文第一次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 张荣发拒绝与蔡英文会面 张荣发在运输业影响力大 在台湾政坛上 他的蓝绿政党人脉广泛 影响力同样深远 如今航运巨人陨落 身后家族纷争 短期之内恐怕难以落幕 我们看到张荣发二房的独子张国伟 只是当了一天的总裁 他前天宣布了自己接任总裁 昨天上午以总裁的身份 进了总部去开会 可是到了晚间的时候 集团就传出了 长荣集团总部解散 以后没有总裁这个职务了 张国伟呢 他说是有老陈在背叛他 也违背父亲的遗愿 这个张荣发先生不是留下了 非常明确的遗嘱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教授 当然了 这个张荣发先生 对于他这个宝贝儿子张国伟呢 是很照顾 那么也给他了一定的历练之后呢 最终这个张国伟还蛮争气的 他为了要接长荣航空啊 还去考了一个专业这个机师的证照 那么这对一般的富二代来讲 其实是没必要的嘛 我记得长荣首飞两岸直航 飞北京就是张国伟自己飞的 就是张国伟 亲自操刀啊 所以你说张国伟这孩子呢 还争气吗 他还没认真的 但问题在于说 这些台湾的有钱人呢 总是大方二方三方 每个人都喜欢搞个三妻四妾 然后子女满堂 到了晚年 通常都会做股权分配 这一点张荣发也做了 就每一个小孩 你都有一个事业体 一个事业部门 然后股票我也给了你了 让你可以主导 但是呢 通常他们都希望把这个整个家族呢 继续hold在一起 继续留在一起 变成是一个大的这个企业集团 企业体 可偏偏通常会是老大 长幼有序 老大来接这个接这个班 在这一次呢 他点了张国伟 你说是大方不行 大方无能吗 也未必见得 我们必须讲说 在法律上 他的这几个其他的儿子子女呢 都蛮聪明的 早就研究清楚了 就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既然是各自独立的事业体 各自独立的上司公司 我们有我们各自独立的股权结构 我今天这么做 你这只是一个形式的集团总部 我就算宣布解散了 你能奈我何 但最起码 我们不必听命于你 张国伟 终究你才是二方而已 所以这个都是心结 但从这心结里面看出来是什么 就是台湾的企业 走到今天 这么全球化的时代理念了 更何况长荣集团 高度全球布局的一个事业体 居然会出现如此封建的继承斗争大戏 实在让人觉得 万习也觉得很荒唐 李大哥 我们看到张荣发有明确的遗嘱 但是依然现在还发生了这样的 关于接班人的开打 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和目前长荣集团的现状 接下来这个经营权 接班的问题会怎么演变 张文威就只能当一天的走台了吗 这个遗嘱在形式上是完全合法 但在实际上是有争议有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张荣发在心态上 还是把长荣当个王国 所以老黄驾崩了 只是谁当继承人 只是这个小黄子当继承人 他有这个味道 但是 所以我们常讲 这个公司都是上市公司 我们常讲这个公司 他认为这个公司都是他的 可是在法律上 这个公司是股东的 这是上市公司 不是他的 这公司是股东 你不能以这个来那个 第二个他在遗嘱上 统统给一个儿子 在台湾的法律 继承一个叫应计分 就应该分多少 但是还有一个 你不到应计分的 你要有特留分 所以每个儿子 好像说本来可以分20亿 你说不给他 都给这个张国伟 他们可以要求特留分10亿 就一半 他可以要求一半 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情况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 但是后续 如果这一个增产的效应 持续 而且是丑戏 这一种司法争斗的戏码 如果持续上演的话 那就有可能影响到公司的股价 如果影响到公司的股价下跌 这几个 就算宝贝儿子 你拿的股份 有个百分之十几二十 又怎么样 在公司的股东大会上 你依然会被攻击 严重的批判说 你伤害到全体股东大众的权益 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 没有一个人承担得起这样子的一个指控 所以我认为说 后续他们会发现说 股价如果有波动 他们会自己要之所收敛 再这样做下去的话 只让人家看出来说 你长荣的集团高层 这种心结是完全不利于整个事业的经营的 所以我认为说 长荣的这一些子女 张荣发的子女们 如果够聪明够理性 就晓得说这个事情让她早一点落幕就算了 没有必要在这个争夺 无谓的总裁空明 终究这是虚明 所以其实一个公司上市了以后 它就是社会的企业 不是你家族的企业了 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张荣发的遗嘱中 还有这样的一条 就是各个关系企业 每年如果有盈余 本人希望仍然需继续捐款给张荣发基金会 继续支持及关注基金会的所有事物 持续行善不失 回馈社会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张荣发 他的这个价值观跟金钱观 我们知道张荣发自己是白手起家 他后来是捐出很多钱来 去这个捐给一些贫寒子弟去学习 所以张荣发自己本身在台湾的社会评价怎么样 张荣发跟王永庆这两位老先生 其实在台湾社会里面一般的评价很高 人们很尊重他 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宗教信徒 早年他曾经被误解 认为说他是支持陈水扁的 他是阿扁的背后金主 或许他曾经有过 也有人把他解读成说是台独的支持者 因为张荣集团的主要颜色是绿色 Evergreen Evergreen 这个跟好像民党 好像有这么千丝万缕的这个连结 但张荣发据了解 他其实不太高兴这件事情 他觉得说 我张荣发做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业 我并不是特定支持什么台独 势力什么 所以他自己后来做得很清楚 记得吗 在前几年的选举的时候 张荣发曾经公开出来说 他支持一个中国的 支持九二共识的 所以对他来讲 他其实了解说 整个事业体的走向应该是如何 经营跟政治上还是要划一个区分 据了解 蓝绿候选人去看张荣发的话 他大概都会给一些这个礼遇 都会给一些帮助 但他从来不会说真正的全心投入 去支持某一个政党势力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张荣发 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张荣集团在台湾办学校 办慈善机构 他们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 在很多的灾难事件里面 你看到张荣集团都是一马当先 做了大笔的捐献 他们这个企业是很有社会良心的了 平常一说社会责任感还不错 所以一般来讲 人们对张荣发的印象很好 有人说不管是张荣发也好 还是王永谦也好 还有之前星光的吴家也好 最后大家长过世之后 兄弟就细强了很多晚辈 从此不仅是不相往来 和成为敌对的这种 一直在争一直在吵 说有钱人过世之后 留下了巨额钱才变成是照妖镜了 张家自己也说 以集团的名义说 造成社会的纷扰是殊属遗憾 其实我想应该感到最遗憾的人 可是如果在权下有之 是九泉之下的张荣发先生自己 所以大家也希望未来 因为毕竟是成为社会企业了 长荣集团能够长荣下去 那就希望纷争能够尽快的落幕 也是对得起股东 对得起社会大众 好的 以上就今天台北演播室访谈部分的内容 谢谢两位的参与和点评 我们把时间敲还给福州演播室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在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南海问题纷争不断 印度公开拒绝与美国联合巡航南海 这是印度在报复美国 卖给巴基斯坦F16战机吗 印度拒绝美国的态度表明了什么 我们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 两岸时视频论员宋小军 李建南为你带来深入 欢迎各位回到 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呢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 还有机会赢得台湾特色小礼物 下面我们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近日南海话题不断 一方面美国频频对中国南海岛礁搞抵禁侦查 并试图拉上几个国家为自己增加声势 但印度外交部官员公开拒绝了美国的南海联合巡航提议 另一方面想要在南海搅局的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 以及两架P3C巡逻机前往越南中部的县港参加联合演习 据悉该演习只在南海领土争端中监视中国 印度外交部东方15负责人日前表示 我们拒绝了美国不会有南海联合巡航 印度此番澄清性表态是在美国刚刚对中国在南海军事化表达担忧之后 也正值美国表示将向印度的老对手巴基斯坦出售F16战斗期之际 外界写读毕密此举是在报复美国 在南海问题上不和美国同调 不止如此 日前一位美联社记者也质疑美国国务院在南海问题上有双重标准 不会有武器战关系시죠 当美国关系国际航呢 como以 martin came Katia 如果海队的美国轨的美国可以在飞沿上面 访whelming 从美国最后OTK 他们帮助 一番话惹得这位美联社老记者哈哈大笑 因为就在前一天的记者会上 这位美联社记者问了美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相关的问题 美国派军舰进入南海是不是同样是军事化行为 马克托纳回答那只算是自由航行 美国务院前后态度反差让人询问 并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越南海军日前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联合演习 到18号结束 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以及两架T3C巡逻机 前往越南中部的县港参加此次演习 假设的情境是 T3C巡逻机和越南海军舰船救援遇险的民用船只 对日前南海问题焦灼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9号表示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 拥有充分历史和法力依据 永兴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从1959年起 中国就在永兴岛设立了办事机构 及此后的政府设施 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其上开展建设及必要布防 有关国家和人事在表态前 首先因把南海的历史经纬和基本事实弄清楚 好的 新闻话题呢 我们来领先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宋小军先生 以及台北的嘉宾李建南先生 印度外交部官员是公开拒绝了美国的南海联合巡航提议 因为美国把F16战机是卖给了巴基斯坦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上表示没有与印度联合巡航的计划 那么为什么美国急于澄清 是真的没有这个计划吗 印度的拒绝又表明了什么呢 宋先生 我觉得美国想拉印度进入南海巡航之间的企图是肯定是有的 但是这个计划是不是真的有 确实现在没有人能够证实 但是我们知道印度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印度一方面要跟东盟来发展关系 包括所谓的防务关系 包括经济上面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 他又不太愿意介入南海的事情 除非东盟国家去邀请他 而不是一个域外国家美国 我们知道这个前不久呢 在这个15到16号 专门召开了美国东盟的这个峰会 奥巴马在会上也进行了讲话 而这个会出来的一个联合的宣言呢 实际上并没有提到南海二字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显然知道东盟十国在南海巡航这个问题上 跟美国是有比较大的距离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我觉得在权衡利弊 特别是还考虑到跟中国的关系 他肯定现在不可能作为一个越外国家 来进入南海 跟美国一块来联合巡航 另外呢 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 以及两架P-13C巡逻机 是前往越南中部的线港 参加日本海上自卫队 与越南海军的联合演习 其目的何在 二位 美国想围堵中国重返亚太 当然最期待的是日本 最欢迎的是菲律宾 可是日本是有战斗力的 菲律宾是战斗力非常薄弱的 所以美国跟日本是希望有战斗力的越南 能够加入来对中国产生一个牵制以及约束这样一个力量 根据日本的说法就是说 因为越南跟中国在南海有争议 所以日本是要展现 说跟越南是有一个防卫合作 所以有一个防卫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默契 我觉得日本和越南的走近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日本一直在向越南推销它的相关的技术 包括它的产品 包括核电技术 而且越南我们知道有接近一亿人口 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 劳动力素质相对也比较高 教育程度也比较好 唯一缺的就是基础设施 日本当然是想借着美国 拉着日本一块进驻南海之后 在越南进行投资 而且一旦日本允许武器出口之后 它还希望能够抢得一点越南的武器市场 而越南也非常希望得到日本的投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就一拍即合 但是我们知道 这背后一定是有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因为美国在2016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 特别强调了一个南海的倡议 这个南海倡议的前提 就是要进行联盟力量的建设 而日本作为美国最主要的联盟伙伴 它自然要帮助美国在南海来拉一个朋友圈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2月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关南海问题 美联社记者的提问是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着急了 当即称该记者是替中国政府讲话 那么两位怎么看发言人的表现 难道真的是被点中要害了吗 我们知道美国在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亚太的过程当中 它主要的一个着力点就是南海 利用南海这个事件来建立我们说的一个朋友圈 然后最终在推动这个TPP 那么我们知道TPP主要是一个贸易协定 当然了就是通过安全话题来加强这个经贸联系 为美国赚税收 这一点确实是美国的一个利益链条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发言人认为美联社记者作为一个美国人 你怎么会违背美国的利益呢 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它可以说是在美国内部它的一个争吵 而美联社的记者是就事论事 说什么是军事化 难道你美国的军舰去那就不算军事化呢 当然他这么说的意思也有提醒美国政府的意思 所以记者提出来是非常合理 但是这个问题就正好就打中了一个美国的要害 其实美国的心态就是什么 唯恐南海不乱 因为南海一乱各国一乱 他就有涉入干涉的一个正当性跟一个合理性 可是他不能讲出来 他只能讲说为了缓和这个地方的局势 为了地方和平 所以被记者一逼的时候 那对他来讲就是很难回答 所以发言人讲了一个话就说 难道就说你是替中国政府讲话吗 还挺自在的 那可是人家去就事论事谈一个问题 那你自己美国不合理 那人家觉得不合理跟你提出来 那你怎么说人家在替中国讲话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就说 整个呢 这个美国发言人呢 他不但蛮横无理的 而且是强词夺理 好的 据环球时报援引香港媒体报道 在日本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 无事生非之际 中国一支舰队悄无声息的围绕日本列岛 旅行一圈 以实际行动警告日本不要欺人抬身 中国舰队从1月26号开始 穿越对马海峡向东进入日本海 随后于2月2号通过金青海峡穿越日本列岛 又在近日穿越大鱼海峡返回东海 这支包括驱逐舰 护卫舰 电子侦察舰 以及补给舰的中国舰队 所经路线如此特别 被认为是中国海军史上 对日本最壮观的一次示威航行 使日本防卫省大为紧张 好 那么我们再请教一下宋先生 你怎么看我国针对一些国家 无端指责以及挑衅行为的反应及动作呢 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呢 确实是跟以往有一些变化 我应该说更加的腰杆直了一些 因为有些东西的原则 是我们该坚持的就坚持 比如在永兴岛部署这个防空武器的问题 比如在正常的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我们在正常的海域进行这个 海军的训练包括我们的航行 这都是要表明坚持我们的原则 那么恰恰是这些行动才回过头来证明 该属于我们中国主权的一些 领土范围主权范围之内的东西 我们要坚决捍卫 这样反而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下面我们进入盼盼实体热点快评环节 当地时间2月18号 2016年首次欧盟峰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峰会最主要的议题是磋商一份各方都能接受的折忠方案 从而让英国继续留在欧盟 经过为期两天的谈判 欧盟与英国就有关欧盟改革方案达成一致 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则在记者会上说 谈判协议为英国获得了在欧盟中的特殊地位 足以让他敦促英国民众公投蓄留欧盟 在本次欧盟峰会之前 英国一定于2017年年底前 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民投票 去年11月卡梅伦就英国留在欧盟开出四大条件 包括确保欧洲共同市场 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仪式同仁等等 其中关于移民福利制度的改革最富争议 这次峰会达成的众多协议中 就包括英国可以在七年内 对移民申请福利采取紧急刹车令这一条款 只是卡梅伦在说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之后 还要说服众多希望英国脱离欧盟的内阁成员 及英国公民 英国是否续留欧盟仍是未知数 欧盟的另一个成员国瑞典 也在面临移民问题的困扰 针对每天上千难民持续涌入境内的现状 由于无法找到足够多的房屋和床位来安置难民 瑞典移民部门想出了新招 租用一艘名为海洋盛典号的豪华邮轮供难民住宿 租期至少一年 日均耗资高达9.3万美元 这艘豪华邮轮上有剧院游泳池 赌场等娱乐设施 按照瑞典移民事务管理局的说法 可谓等待办理移民手续的难民们 提供有益身心的休闲娱乐 瑞典官员对此颇感自豪 强调这是移民部门打破常规思维 想出来的好办法 那么这到底是度假呢 还是安置难民呢 尽管租用豪华邮轮的计划 已经在进行中 但是瑞典移民事务管理局 还面临着其他的难题 比如把这艘巨型邮轮停靠在哪 由于欧洲多国近来是相继 爆出难民大规模抢劫和性侵女性的案件 导致欧洲民众对难民的态度转冷 海洋盛典号计划停靠的相关港口 当地民众反对声不断 此外 由于邮轮还需改造 所以难民们恐怕难以进享 一艘邮轮的标配乐趣 豪华邮轮最终能否变身难民船 理想很丰满 只是现实也许很骨感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要实现梦想 首先需要付诸行动 美国航天局19号宣布 在新一轮宇航员招聘中 有1.83万人提交了申请书 这个数字是2012年招聘时 申请人数的三倍左右 美国航天局局长博尔登 在一份声明中说 有这么多拥有不同背景的美国人 希望成为宇航员 为美国的火星之旅开辟了道路 同样有着太空梦的 还有来自秘鲁的一批土豆 小土豆能不能胜任火星上的生活呢 这是下个月 秘鲁科学家要面对的问题 美国航天局最近正在跟 秘鲁的利马国际土豆中心合作 进行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实验 他们将对100种精心挑选出来的 土豆品种进行盆育 以确定它们是否适合在火星上种植 而这最终将为人们 在这颗红色星球上 种蔬菜铺平道路 这不仅让人想起了 美国科幻大片 火星救援中 种植土豆的一幕场景 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航天局还计划 在壁鲁沙漠中 建造一个火星研究中心 这里将完美复制 火星上的地形和大气条件 如果电影火星救援 晚几年再拍摄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火星研究中心取景了 千百年来 人类从未停止过 对外太空探索的脚步 大胆的想象 科学的求证 人类太空梦想 照亮现实的那一天 不会太遥远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美国防部发言人库克19号证实 经美国总统奥巴马授权 美军当地时间19号凌晨 对利比亚境内一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训练营地发动了空袭 这是美国继去年11月以来 第二次对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 发动空袭 库克在五角大楼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 此次空袭的目标位于利比亚西北部城市 塞布拉泰附近的一处伊斯兰国训练营地 空袭目标是该组织 突尼斯级高级头目舒沙纳 他参与组织策划了去年发生在 突尼斯的两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 情报人员正在确认 舒沙纳是否已死于空袭 据当地目击者说 空袭大约在当天凌晨3点30分开始 地点在塞布拉泰外围约8公里的一个农业区 现场发现了41具死者遗体 还有6人严重受伤 美国总统奥巴马16号表示 美国将继续阻止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建立基地 并将对利比亚境内已确定的目标采取行动 2011年利比亚战争结束后 利比亚政局持续动荡 2014年8月以来 利比亚出现两个议会 两个政府并立局面 两派武装冲突不断 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 趁机在利比亚境内扩张势力范围 目前伊斯兰国已占据利比亚东部城市 苏尔特 德尔纳 并在比里波里 班加西等城市附近设有据点 美国司法部2月19号提出一项 针对苹果公司的动议 申请强制苹果公司解锁 圣贝纳迪诺枪击案枪手手机的加密数据 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和苹果公司 在安全和用户隐私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 美国司法部2月19号提出一项针对苹果公司的动议 申请强制苹果公司解锁圣贝纳迪诺枪击案枪手手机中的加密数据 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和苹果公司 在安全和用户隐私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 美国联盟调查局在对去年12月 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中的枪手塞伊德法鲁克进行调查时 调查人员无法获取法鲁克所使用的 一部苹果手机内的加密信息 因此需要苹果公司在技术上协助调取关键的加密数据 尽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联邦法官 裁定苹果公司必须协助联邦调查局 解锁该设备中的加密数据 但是截至目前 苹果因不愿违反其商业模式和公共品牌营销策略 对联邦调查局的请求 以及加利福尼亚法院的裁定均表示拒绝 3月22号 加利福尼亚州还将再次就本案举行听证会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呢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 还有机会赢得台湾特色小礼物 进入2016年 东南威士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信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